在金光闪闪的世界富豪榜中 往往不乏亿万富翁 这些人富甲天下 功成名就 不仅带来家族荣耀 更成为一个国家强盛的主推器 然而在众星云集的富豪榜中 日本的富豪就像隐形人一样鲜有代表出现 但是这并不是日本缺少有钱人 而是日本的有钱人充满了团队精神 他们经常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争斗 形成一个惊人的庞大财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本逐渐出现了 以家族财阀为中心的四大财团 那么这四个财团最后都去了哪里 这些垄断财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往事 一 最古老的财团 日本四大著名财团分别是 三陵财团 三井财团 著有财团和富士财团 从十九世纪开始 这四大财团就控制了日本 乃至整个世纪的经济命脉 不愧为巨无霸帝国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有 四百多年历史的著有财团 早在十六世纪 著有家族就在四国岛上 经营着一座产量丰富的铜矿 从而成为日本指定的铜供应商 十七世纪著有正有在家族事业的基础上 在京都创办了著名的富士乌专营铜管乐器 在鼎盛时期 著有基金会的业务已经遍及全球 客户是日本很多最有实力最有名的家族 就连德川幕府都是著有的忠实粉丝 强大的客户粉丝圈让著有家族的掌门人曾经骄傲 他说著有商社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出口商 如此辉煌的成绩并没有阻挡住著有的前进步伐 鲁岩四年驻有商社成功拿下别子铜山经营权 以超前的眼光引进西方技术 大大提高了铜产能生意滚雪球 明智维新后 日本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潮流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 驻有商社还将业务触角伸向了与铜相关的行业 如机械工业实探技工业电线制造业等 并由此成长为现代财阀独败一方 与此同时 驻有的财富在这一时期迅速集中在其领导人手中 公开资料显示 当时驻有第十六代掌门人 执掌财团总股本的百分之九十 财团核心层多来自驻有家族 迎来了一个辉煌时刻 可惜好景不长 日本战败后 财阀在美国的限制下解体重组为企业 驻有财团也被迫解散了旗下的多家企业 使得其在日本经济政治中的话语权大不如前 逆境之际驻有财团顶住压力 不顾一切保住旗下三大核心企业 驻有银行 驻有金属工业和驻有化学 以求东山再起 驻有财团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随着日本战后经济的逐渐复苏 驻有财团再次迎来飞跃 成长为日本第三大金融财阀 旗下多家企业跻身世界五百强 当初由驻有担保的三家公司 成为著名的驻有三家 他们陪着驻有财团一起见证了那段动荡的岁月 二 有许多雇员的财团 驻有臣服三井财阀都在暗中积蓄力量 1637年 三井八郎兵卫高黎在江湖和京都设立断庄 也从事钱庄业务 这是三井财团的最初出行 通过办理货币兑换业务 三井兑换店逐渐成为德川幕府 和封建王宫的皇家商人 在金融界的生育与世举增 有一种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方式 受到达官贵人的青睐 成为三井钱庄的无形资产 三井聪明的掌门人干脆凭借自己遇伤的身份 做起了高利贷交易 从而赚到了家族生意的第一桶金 然而三井家族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遇到了新明治政权和德川幕府的权力斗争 面对瞬息万变的日本政治三井家族审视夺势 站在明治政权一边 随后三井家族积极辅佐明治政权 他们不仅为新帝国政府筹措 会计经费和人臣战争军费 还以三井祖师的名义为政府理财 转型为新一代帝国商人 三井家族赢得了这场涉及日本政权更迭的大赌局